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們是Yoyo 你是Yoyo,然後妳今天要吃什麼? 我們今天來吃,很多的魚 妳最喜歡吃魚了對不對? 我就是一隻魚 我跟大家講,我們找到這間烤魚 是早餐欸,營業到下午一點而已欸 它只開到一點,它是一個日式套餐的感覺 那最主要就是賣 跟魚相關的料理 那稍微走一個比較日式的風格 而且我覺得在這邊真的很漂亮欸 我們剛才從迷馬路走過來 其實大概十分鐘左右 可是沿路清澱,妳有沒有看到很多都很漂亮 京都的景色就是有 現代建築,那有一些比較古色古像的建築 融合在這個地方 對,妳看這間旁邊這間就是古色古像 可是這間相對就比較 現代一點 那我們進去吧,先跟大家講 我看很多人,我不確定有沒有位置 它的門口啊,招牌就有寫個 魚 欸,好特別喔 一進來 很香欸,真的那烏味很香 我已經聞到海龍旺的味道 我覺得我跟唯有間一定會很開心 因為每人都海鮮掛了 而且,你看 它是有個吧台在那邊的感覺欸 對,可以看到它今天做的菜色 我覺得它可能比較像是 今天有什麼魚,賣什麼魚的那一種 欸,我發現日本早上都有喝酒吃 好香喔 會不會好多人都在喝酒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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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蒸湯 欸,它幫我們帶來二樓 欸,它這邊環境還算蠻簡單 蠻舒服的齁 很像咖啡廳 對,沒錯 他們找一個比較日式的那種感覺 那他們的菜單超級簡單 那有英文的 那它菜單呢 這兩個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只是說這是三樣菜,這是五樣菜 對,一千五的是三樣嘛 然後兩千的是五樣 欸,還有一個三千的欸 三千是什麼啊 三千的感覺是 你在餐前有一些別的東西 那餐後還有飲料 喔~~ 對,就是你可以選擇這樣 所以主餐好像看起來是 差不多的對不對 嗯,差不了太多 可是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吃這一種就可以了 對,我們點一千五或兩千的啦 一千五跟兩千的好像主要是 擦在旁邊 多了兩樣配菜 對 對,那我們點兩個一千五、兩個兩千 對,那我們點兩個一千五、兩個兩千 這個說兩千 對,然後這兩千 OK 欸,我一早 就喝啤酒會不會太過分 有一點我是不少一點的 對啊,可是我看好多人桌上都有啤酒欸 可是我要換一下 我點了一個Blue Moon啦 蘭月啤酒 沒喝菇耶,喝看看 我是點黑豆茶 然後我幫小朋友點了菇 佐汁 佐汁 然後它有口味可以選擇 它上菜再介紹給各位 OK,Thank you Thank you 哇,一開始就來了一個黑豆茶 欸,它用的瓷器啊 還蠻漂亮的 還蠻漂亮的欸 而且我要講一下 對啊 我這裡面真的有痘痘 有痘痘 黑眼痘痘 黑豆茶 當然一定會有痘痘 黑眼痘痘大家知道嗎 我那個年代也都知道 然後跟各位講 我覺得早上的啤酒啊 它很貼心是這個杯子 這個杯子啊是很薄的喔 敲給各位聽 就是用這個喝感覺就是很早餐 這個杯子老實說我覺得蠻酷的 因為它就整個頂、整個邊都很薄 然後比較小 可是它是這樣裝啤酒的 不是,這樣子 最主要是讓我早上喝啤酒啊 比較不會有罪惡感 欸,你要不要喝看看 對啊,你看 整個早上喝啤酒也小清新起來 你要喝一口嗎 這個啤酒我往往喝過 我上次在美國 藍月 我知道這個杯子的用力 它就是讓你一口一口一口吧 一口一口一口 欸,就我的欸 沒有沒有沒有 在口在口 等一下,等一下 開口了 其實這個啤酒啊 大家看顏色啦 它比較 有點那種 好格登的感覺 它比較接近 那種限量的顏色 I know that I will be with you the rest of my life I will be with you until I stop breathing 它一上來啊 就是先給白飯還有湯 這個是五樣的 就是兩千塊的 那它多了青菜跟豆腐 然後這個是一千五 一千五的啊 就是少了這兩樣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然後這兩個魚啊 其實是用一樣的魚 可是有不同的口味 我們等一下吃一下 阿恩你要不要講一下它的白飯 你覺得好吃嗎 非常好吃 靜在無言中 講真的這個兩千塊 跟一千五的啊 你覺得怎麼樣 老實說 其實我覺得這個CP值很不高 對,有點貴對不對 對,因為這樣子兩千塊日幣 台幣大概五百五十塊左右 一千五的也要大概四百五 那多兩樣菜 就是多了這兩個 像七十塊的豆腐花椰菜 這樣多一百塊其實蠻不划算的 而且其實它的東西 我覺得它的份量 我覺得小朋友吃完剛剛好飽 可是我覺得男生吃完可能不會吧 可是我覺得男生吃完可能不會吧 可是重點啊 它是走比較精緻的啦 對 你先吃看看好不好吃 我先吃一個這個 它有個味道 我說不上來是什麼 可是豆味很重 有點像豆奶的味道 可是它呢 不是豆腐QQ的那種材質 它感覺有一些別的東西在裡面 它是有點黏稠度的 哇,蠻特別的 接著我們來吃重頭戲吧 魚 我們的魚 總共有兩個口味 一個是鹽巴口味 一個是 檸檬魚 就魚 我不會說它特別好吃或特別不好吃 就普通 我覺得它 算網美變 就是拍到起來很漂亮 可是東西吃起來我覺得普通 而且價位其實 不便宜 對 這樣平均一個人吃了到 六百多塊的早餐 五百多啊 沒有用它加飲料 對 對 六百多 其實這樣子 還好我們很晚吃早餐 算是 那個早午餐 吃起來感覺比較不會那麼貴 因為削了掉兩餐了 最後再吃一個蛋 跟大家講 它蛋是煎蛋蠻漂亮 感覺很濕啊 這是豆腐 上面是一層蛋 下面是豆腐 對 有點蛋豆腐的那種感覺 吃一下看看 這個是冷的 它吃起來甜甜的 很像我們每次都會去全年買的那個 芙蓉豆腐味道 所以都還好 都還好 說不上哪一樣特別好吃 最後是不是應該吃一下它的配料 我剛好吃一片 這個還滿好吃的 這個是什麼 很特別 是好像是 就有點像醃漬菜啊 對 醃漬花瓣 它吃起來是什麼味道 不是花瓣 只有這個是花瓣 這個應該不是 這個有點像 醬菜還是什麼醃漬菜的東西 很特別啊 可是它這個有拌一層 像馬鈴薯醬的那種口感 沙拉的感覺 這個也是冷的 這個還滿好吃的 可是我自己覺得它走的是創意料理啊 對 感覺上就是也不算很 日式的那種感覺 就是像你講的 網美啊 比較適合網美來吃 可是這個花椰菜調味的也不錯 算滿特別的 有點柳橙的味道 對 老實說就是 比較創新的日式料理 對 融合西式的感覺 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我們原本想說 會來吃一個傳統烤魚 對不對 它的湯就是 味噌湯 還滿清淡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東西在裡面 嗯 大概就是這樣 你 我跟妳 我跟妳 我沒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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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那有妳吃飽嗎 有 妳沒吃飽都不對 嗯 就還好 我們總共吃了 妳在冒煙 對啊 問擦太大了 我剛剛有看到 我們總共吃了94 9460 就是大概三千塊台幣啦 對 老實說我是覺得不利仔貴啦 東西的好吃度一到十分大概就是七分 可是老實講啊 他的生意不錯欸 生意很好 整間店幾乎現在都是滿的 對 可是我自己覺得他可能真的比較歸類 蠻多年輕人跟外國人都在吃 如果你喜歡那種個性料理啊 那帶女朋友來吃早餐這個也不錯 那像我們這種一家人想要吃一些在地料理的 那價格OK的這個可能比較不適合 可是很精緻啦 不會不好吃就是還好 對 還好 只是就是覺得價格有點貴 不會沒事就懶這樣 好啦 那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我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下午五點都會發布影片 最重要的是叫我們的社團跟追蹤我們的IG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